~~ 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甲续人生物以物 这个是南明他说 有人就说他的一个八字是 四柱 他洗金水缺木 命中有七柱 运势都很不错 但是又有人说 他四柱是洗水木的 运势财运都很差 也就是说他得到两个 完全全不一样的看法 让他非常非常的迷亡 这一种状况在网络上批命 非常常见 因为其实要怎么讲 因为八字功力有高有低 有高有低 有的人这样判断 有的人那样判断 所以你往往把你的八字 放到网络论坛上面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到 所有的社会现象 你全包了 金木水火土的用神 你全部都有了 可是假如你金木水火土 全部都是用神的话 你应该很好运 但是事实上又没有 所以会造成非常非常混乱的一种情况 这是在网络上你丢一个八字 让人家去批的时候 会有这一些情况 结果很容易就会用大数法则 5个人有3个人说这样 我就偏向3个人这一边 其实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非常危险的 因为毕竟来讲 不是说大家都这样讲 就一定是这样 各位要先清楚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八字 这个八字其实还算可以 他的天干水生木克戊土 所以说他天干这个戊土很重要 这个戊土要是受伤 你看就会变成直接克日主 所以这个戊土是成为他一个 挡住假木的这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幼神 地支你看 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一连相生 所以他地支漂亮 天干又没有日主受克的一个情况下 这个八字本身就会算是不错的一个现象 他本身就会算不错 再来 他的一个 他为什么他会突然想要批八字 就是因为他今年来讲的话 今年为戊虚年 我们就知道戊土一受伤 所以他今年就会变成是一个 日主受克的一个情况 本来没有日主受克变日主受克 所以一般来讲 男生日主受克的话 就会是在工作上 工作上他比较会出问题 这个人本质上 本质上他也是因为工作 最近这几天不顺 然后就到网路上发问 结果不问还好 一问整个人就怎样 头壳要爆炸了 怎么有那么多种说法 所以这一个就是在网路上 你给人家批命会产生的一个乱象 毕竟很多人就学了八字 想要试试自己的身手 可是试自己的身手 有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他批对或批错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 所以造成很多 算了以后反而更迷惘 我的客人也有这种情况 给我算了 他也要到网路上去问 可是一问以后他才知道根本 完完全全都不一样 他到底要听谁的 他自己把自己搞得很混乱 所以说在算命来说 就会有这一种情况 所以你看一个好好的一个八字 还算不错的一个八字 但是可能给AP还可以 可以逼P就整个都是一个烂八字 所以会非常非常的一个两极化 非常的两极化 所以各位来讲的话 在批八字的一个状况里面最好 你去找一个真的是比较有生育的命理师 给他批会比较好 不然的话网路上那个水准高的很高 低的很低 可是大家都在一个社团里面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知道谁的水准高 谁的水准低 又各说各话的 讲命理大家都很厉害 批大字大家都就不一定了 所以这个就是在各位 假如你真的有需求 在批命的 给人批命的一个情况下 在网路上会有的一个迷糊现象 所以说会越批越迷糊 这个八字在今年过后 他就开始逐渐的就会好转 今年就是因为日主受克 明年就不会有日主受克了 明年来说几亥 几亥 甲几亿合 他就会变成是什么 变破财 他明年就是破财 然后引害一合 土生金 火生土土生金 他的官运暂时性的消失 官运一消失导致破财 所以就是说在工作上 可能很容易就是工作上出了问题 导致他损失一大笔钱 可能会有这一种情况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人再见 拜拜